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字尾弱化子音 那在这个组别里面呢 有B,D和G 所谓的字尾弱化 就是他们在字尾的时候 发音会减轻 像是B如果放在字尾的话 它会减轻成像是P的读音 例如下面这两个范例 Hip, Grab Hip, Grab 或者是D在字尾的时候 会发T的音 比如说Hund Hund Rat 那G在字尾的时候 则会减轻发成 有一点点像K的这种音 比如说Tag Tag Zieg Zieg 好 以下也是要大家注意一下的发音规则 就是字尾有Ig组合的时候 要发Ig Ig的这种音 Bili Bili Fabich Fabich 那如果字尾是Eng的时候呢 要发N 这个有鼻音的声音 例如English English 或者是Angst Angst Pudding Pudding Caitung Caitung 我们今天的发音课程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学习胜利 班科学 Zuschalen Biz zum nächsten Mal Tschüss Fabich